在上世纪60年代,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一种极其恐怖的生化武器,这种武器对越南女兵造成了深远的伤害。战后,这些罪行被公开披露,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指责,那到底是什么生化武器使得越南女兵的生活变得如此悲惨?美国为何如此凶残?他们给越南女兵带来了怎样的伤害? 1965年3月8日,3500名美军在越南信港登陆,标志着越南战争的正式爆发。美军凭借其强大的军力,对越南地区实施了全天候的密集轰炸,使得越南军队的战线持续紧张。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,越南政府被迫号召全国女性参军。 然而,之前美军的轰炸已经夺去了许多越南女性的丈夫和父亲的生命,激发了他们复仇的强烈欲望。为了替家人报仇,无数越南女性拿起武器走上了战场,令人意外的是,这些女性战士的杀伤力并不亚于男性兵源,反而成为了美军最忌惮的对手。因此,他们也遭到了美军最为疯狂且惨无人道的报复。 其初,体格建树的美国大兵对越南女兵的战斗力并不看好,甚至将这些早已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女兵视为无俗轻重的存在。 然而,很快,他们就体验到了这些女兵的恐怖。这些女兵利用女性身份主动接近美军,正当美军以为她们只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妇女时,她们便迅速掏出藏在身上的手枪和匕首。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,她们的动作干练而狠辣,让人防不胜防。凭借这种战术,她们在短时间内杀死了大量美军,极大的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 而一名叫阮徽英的女兵更是传奇,凭借个人的英勇表现,创下了单独击杀123名美军的惊人记录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南女兵的强大杀伤力在美军军营中广为流传,所有人开始对越南女性心生畏惧。 一些美国军人因为过度紧张,甚至开始做噩梦,梦到自己的战友被绑上炸药的越南妇女炸死。 在战争的压力下,一部分美军的精神状况本已高度紧张,加上女兵们的追杀。 这些士兵出现了精神障碍,被迫回国接受治疗。 当时,美军为了减少伤亡,要求士兵与越南女性保持距离。 然而,习惯了自由的士兵根本不愿听从劝告,仍然冒险出行。 结果常常是十人出门,只有一两人安全归来。 在女兵们的疯狂追杀下,美军终于开始感到忌惮,并且愤怒至极。 为了报复,女兵们采取了各种极端手段。 尽管美军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折磨措施,女兵们依然表现得异常刚烈。 即使在面对敌人的无情打压时,他们始终不肯屈服,令美军更加愤怒,以至于开始无视日内瓦协议,加大了对女兵的折磨。 在没有底线的情况下,美军很快找到了逼迫越南女兵开口的办法,使用生化武器。 这种生化武器名为空运催乳剂,其主要成分为垂体厚液素和溶醋性素。 最初,这种药物是用于促进母猪生产的,但当其被用于人身上时,效果极为残酷。 一旦注射,这种药物会导致人的脑部逐渐积水,从而引发脑脊髓膜膨胀,在12小时内使荷尔蒙分泌紊乱,对女性使用时。 这种药物的残忍程度更是加倍,一旦过度注射,她们会出现假怀孕的情况。 且由于症状持续未得到缓解,意识会逐渐模糊,产生幻觉,甚至失去基本的认知能力。 一旦女兵的意识完全混乱,美军便可以通过这种药物引导她们透露秘密,获得军事情报后,美军能迅速找到越军的藏身之处。 从而一举消灭目标,对于越南女兵来说,空运催乳剂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,更是精神上的折磨。 特别是在知道,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泄露了军事机密后,大多数女兵会因羞愧而自杀。 而幸存者多数会为了自己的家人寻找机会继续杀敌,一位名叫阮林青的幸存女兵。 在美月战争中饱受了这种药物的摧残,当她被美军俘获后,四日夜里便被带入了美军审讯室。 起初,她试图利用语言差异蒙混过关,但当美军找来翻译后,情况急转直下,美军最初提出丰厚的条件,要求她透露队友的藏身地点。 但她坚决拒绝,无论敌人如何诱惑她,她始终不开口,随后的审讯中,美军的态度发生了巨变,开始对她进行恐吓和威胁,但她依旧坚持,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双方陷入了僵持。 最终,美军恼羞成怒,召来了一名军医,这名军医手中拿着一支注射器,毫不留情地将药物注射到阮林青的手臂中,完全不给她任何反应的机会。 士兵们按住她的手臂,让药水顺利注入。 大约20分钟后,药效迅速扩散至她的全身,她开始感到头重脚轻,体温急剧上升,精神状态逐渐涣,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 随着药物的影响加剧,她的大脑思维能力变得越来越模糊,记忆变得断断续续。 从那天起,她和其他女兵们每天都要被美军注射一次空运催乳剂,甚至美军还觉得药量过少, 偷偷往她们的水里继续添加药物。 在那段时间里,所有被关押的女兵都遭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。 阮林青在恢复了一些力气后,试图用头撞墙,希望这样能结束自己的痛苦。 然而,在药物的摧彩下,她已无力使出太大的力气,只能麻木地待在监牢里。 可以说,美军对待俘虏的方式完全没有人性。 然而,他们的控制手段也十分精明。 美方的战地记者到访美军营地时,被要求交出身上的所有设备,只能参观美军划定的区域。 至于越南女兵的俘虏营,更是被严格封锁。 外界根本无从了解,尽管美方试图掩盖罪行,但真相终究无法被完全掩盖。 一些正义的美军人员无法忍受这种恶行,主动曝光了美军的暴行。 这一举动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反响,美国国内更是震惊不已。 到1969年,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投入54万人,其中绝大部分人有家庭。 当这些人的家属得知美军在越南所犯下的暴行后,纷纷表示愤怒,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, 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,要求彻查美军的犯罪行为。 显然,美方高层不仅在压力下坚决互端,还纵容士兵的恶行。 然而,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美军不仅对越南女兵施加了残酷的折磨, 对其他人员也没有放过。 早在1967年,美军就启动了生化战,开始在越南大量使用一种叫做成绩的剧毒物质。 这种物质能够迅速污染粮食,土壤和水源,导致生物体基因突变, 被成绩喷洒过的越南村庄多达3181个,而受到污染的越南百姓可能多达480万人。 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发现,即使是在1971年,美军停止使用成绩之后出生的青少年, 他们的体内依然还有大量的剧毒化学物质。 二额鹰,更为丧心病狂的是,美军为了打击目标,完全不择手段地进行成绩投放, 甚至污染了部分前线的美军阵地,给自己的士兵带来了不可弥补的伤害。 显然,美国这种毫无底线的做法受到了全世界的唾弃。 许多国家对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表示强烈谴责, 尽管美国固执地不承认自己的罪行。 但其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却十分尴尬。 1968年8月开始,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, 到了10月15日,超过100万人参与了停战罢工活动, 甚至一些在医院的美军也为这些国内停战活动提供了支持。 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得美方的军事计划陷入被动局面。 1973年1月27日,巴黎和平条约正式签署,美军开始陆续从越南撤退, 尽管美军撤离了,但越南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害, 尤其是对那些曾参与战争的女性兵员影响深远。 对于这些女兵而言,空运摧乳剂的使用标志着她们噩梦的开始。 即使每月战争已经结束, 她们的生活却已经被这种药物摧毁的支离破碎。 空运摧乳剂成为她们痛苦的根源, 使她们的余生变得无比凄凉。 大多数女兵都遭受了空运摧乳剂的严重摧残, 留下了众多后遗症,有些甚至因为深感羞愧而出现了精神问题。 因此,她们的邻里相亲,甚至连父母, 都对她们避而远之,不敢靠近。 即便是那些身体健康的女兵,也面临社会的排挤。 人们认为,她们已经受到空运摧乳剂的污染, 成为了不祥的象征,接近她们就会带来不幸。 这种误解,使她们从保家卫国的英雄,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。 美军撤离后,这些女兵非但没有迎来期盼的安宁, 反而在空运摧乳剂的阴影下深陷困境。 最后只能在偏见与排挤中凄惨地度过余生, 这一切令人深感唏嘘不已。 感谢观看!